二林鎮多處道路路面老舊破損均裂 影響民眾及車輛行進安全 彰化縣政府斥資1074萬元辦理改善 縣長王惠美27日前往縣刊 我們今天來臨看看三條自己的管道 包括我們的158、142、143相關的一個道路 總經費大概是在一千多萬 有兩條縣政府已經發表 現在在整理我們的管線的問題 另外一個部分會請公所來設計 預計大概在過年之前三條都一定會完成來完工 希望說讓民眾有一個行的安全 本次工程改善總長度為2435公尺 預計在過年前完工 改善後將能提供鄉親更加安全的通行道路 王縣長呼籲全民一起來督工 保障工程如期如值完工 公益頻道林義俊惡靈採訪報導 臨文字幕 字幕組成員 初音樂 索兰利